国防部长帕内塔星期六 在利比亚首都蒂利波里承诺 美国将支持利比亚 帕内塔会晤了利比亚总理凯普 以及国防部长 在会晤的前一天 美国取消了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 以减缓利比亚的金融危机 帕内塔在会晤之后 对美国之音说 利比亚将决定本国需要 从国际社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他说现阶段的讨论 当然还没有涉及武器或军事装备